秦宝就是今年吧 我算是跟他接触时间 算是机会比较多 有时候也能助演 有时候我也愿意跟老秦宝宝多聊聊 因为他比较优秀 不能让这么好的孩子 已经在这个状态下了 不能让他接不住自己 这就是我们当时哥最着急的地儿 其实他应该特别努力 有时候看着他有的地儿 真是替他着急 而且我能看出小孟也替他着急 就着急的就是当年 小孟最后跟我来一句 哥我现在能理解当年 你跟我着急那劲了 真是替你着急 还真是我第一回进队也是饼哥 第一回进队进五队 也是当时我也跟他 也是没少说 给我吓坏了 给你吓坏了 当时演的是啥 哎呀演的是个八战八 反七口吧 没有那个报彩名 这个秦 秦老师这个真是挺可爱的一个孩子 演演没两天孩子没了 呦 人子没了呀 我爸不让我学这个了 呦 挺难受的 没有那会儿 那会儿在青年队演了一年 然后 炳哥就叫我说让我进队里 个激动坏的 我这是人生顶废了我就算 然后炳哥来了以后 去湖广 在湖广见炳哥第一面 我就觉得炳哥要揍我 我就觉得 给大人您装点 我站那儿 啊 啥了 哥 你背个罐吧 我开始背 没法听 你回去 你从人背去 我从人背去 回去我就天天背 天天背 然后有一天 比如说给你耗了一场 你那个 那会儿我们在天桥 然后你过来演一场 然后给你来一个 你演一个报彩名 大概十五分钟得下来 我说你那十五分钟下不来 你头你随 你家人你给我背罐就完了 哎呀好嘞 我回去背 去路上我就背 一直在这背 路上线背啊 没有回去背 没闲着 我妈以后来以为我磨上了 哈哈哈哈 孩子 但是你爸不让你学 孩子别学了都磨上了 怎么了 咱别去了 天天就这些个菜 来回来去捣嘛 我说没事 你别管我 别管我 我怕挨揍 过以后我就演 因为怕挨揍 别去了孩子 咱学一下 演完处理以后 我跟当时跟谁演的 跟张和剑演的 那演唱和剑 那个 还怕我在台上紧张 也不敢说 然后在台上就有点 就想逗了逗了我 然后逗了我 我以为下来以后 炳哥得卷我一顿呢 然后把张和剑叫走了 哦 躺枪了 就是 就是你怎么这样的 孩子本来就紧张 你就别逗唬人家了 你老瞎给人捧跟 你给人 哈哈 对 我就当时说 我说人家兄弟都挺紧张 你好 逗了什么逗了 瞎逗了 你还要更紧张吗 我说他一头 他说 嗯 哎 懵了 偷偷跑了 对 我没有说 这个给字有多么 多么 这个 激动 反正给字是真激动 我们给字很激动 是因为得到这个字 我就觉得很珍贵 甭管给给我什么字 虽然说我这个名字是捣过三手的 贺伦这个最开始不是我 不是张和伦 但是什么 就揣贺伦啊 啊 还有这个 那个姓什么 跟那个 跟那个 那些搭档那个 后来走了 他也叫贺伦 他不干了 给揣了 揣后来不干了 才给我了我 其实作为一个艺名来说 你不就是为了让人记着 这可不不 拜师的时候坎坷吗 拜不坎坷 我就给了字之后 我们就拜师了 你拜师的时候坎坷吗 不坎坷 你拜师的时候坎坷吗 好 那行 到我这个该我说了 这我原来也叫朱云峰 我也不是说一上来就叫烧饼 这节目单上 我也是因为这个不努力 被师傅给刷下去了 就跟我说你别叫朱云峰了 云子码掉 跟我也说过这话 然后当时就 那我也得演 那还没给我轰走呢 我也得演 就跟小月当时全单位举报 给他轰走那阵是一样的 就都有这阶段 我也是就是 你不能叫云子了 那我上台我演我叫什么 那写烧饼吧 那你说女外号吗 对 那就写烧饼吧 就写烧饼呗 那我也总比没有强啊 那也不能叫爆朱云峰啊 这多寒碜啊 我当时我就就就爆就爆烧饼 后来后来演着演着就好了 然后师傅跟我说算了你就还是叫这吧 就别叫朱云峰了 反正你都都关键 小时候我老在剧场里边串哟 台下的观众都叫我烧饼啊 你没人叫朱云峰你就他 所以我也有这个被摘字的这个阶段 就拜师这阶段吧 说比方说吧下个月拜师了啊 这几天每个人都十分的 我千万不要出事 千万不要出事 我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熬到终于可以可以 容易可以拜师了 千万不要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特别容易出 我们喊话就是你哪句话说错了 犯什么错误了 得了这拜师没有你了 非常非常容易 所以说就严谨慎慎微 在这一个月之内 千万不要犯任何错误 好 聊完了 开始说游戏吧 好 太好了 好 做游戏了 这个做游戏这个游戏特别好 请大家根据问题在五秒倒计时候 同时给出各自的回答或动作过程中不可以商量 希望大家每次都能给出一致的回应 让大家看出师兄弟之间的默契 好 这个题非翻车了 来吧 一个词形文录制传统的感受 五 四 三 二 一 紧张 不错 行 行 师傅的招牌动作 五 四 三 二 一 对他我煞的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呀 对我这小细节问题 对 师傅吃饭特别爱擦这个 对 师傅吃饭特别爱擦那个周边 对 就他手能大 比如说这是那桌子吧 他能扶着他这么着大这儿 手搁在这儿 他就老擦这两边 做一个可以代表丙哥的动作 五 四 三 二 一 这是为啥呀 丙哥老健身啊 老动 这推胸呢 我要看 一样 一个意思 你呢 我老我老我老看上那个 那个火 再一个 说一个鸾队的口头禅 三 二 一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这么多 闻哥是什么不知道 下面这些 请模仿一个伦哥的经典 伦哥是伦哥 伦哥那好模仿 三 二 一 心态 对对对 下面是咱说一个 酒狼的口头禅 三 二 一 嗨 还真是 哇哟 嗨 我还真是还说这个 嗨 下面是老秦的一个缺点 五 四 三 二 一 做息不规律 什么 老秦老有这个 什么 啥 你还是问完问题了 什么 啥呀 我哪年考证射啊 我不知道 哪年 河云兄弟聚会经常去哪 五 四 三 二 一 你足疗 火锅 还得捞串电 还得捞 我们俩说这一句 我们对肉或者是烤串为主 对我们就是烤串 因为人多呀 你要是炒菜吧 这除非说是特别快上菜 一下上四个菜 要不然这个 我们都是晚上散了下了班都很饿 现在是动作 大家一起做底心的动作 二 五 四 三 二 一 哇 啊 每日都不一样 没什么默契 对 上台后说的第一句话 三 二 一 谢谢大伙很鼓励 上一场是不是 他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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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开场啊 哪有上刚才是谁演的呀 开场啊 人现在是敌 比方说开场嘛 人脑就不开场了 就你还开场的 因为我总开场 我给 我一给师傅商业主演 我就开场 然后这还有游戏 好 还有游戏 请四位共用一个脑子 为啥呀 那我们就用老秦这脑子吧 这个咱们没脑子 他这心咱没用过 没有褶 他大脑没有褶子 接上一个人的话 继续把答案说下去 类似的故事接龙 来吧 来吧 想对师傅说的话 爱 爱您 我爱您 我们爱您 我只能说这样 点评一下名字 跟全员名的转价 惨 特别惨 也没特别惨 也没特别惨 也没特别惨吧 哈哈哈 还有点底气说明 点名叫赫子柯全员的身材 赫子柯 身材 你别看我 别拿我当典型 赫子柯也有小梦这样的 四哥呢嘛 对呀小梦 梦哥 你提四哥不跟我压窩吗 这不是 你提小梦 你这身材苗条点 他们 他们 什么要说吗 我不说了 我不敢 他们曾经 可以了 曾经 他们曾经帅过 他们曾经帅过吗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想到了 我想他不会就加一个妈吗 哈哈哈 对肖子柯全员们的期待 无限期待 观众无限期待 观众无限期待 他们更好 银沫中最该讨的太深 秦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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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 秦潇 秦潇 旁边 旁边 秦潇 的我 啊 咱们还是无限 怎么绕过他 到我这呢 秦潇 旁边 荷轮啊 秦潇 旁边 荷轮啊 你这就不说 就只能当性 淘汰你 好 秦潇 旁边 荷轮啊 我说是吧 秦潇 旁边 荷轮行 哈哈哈 咱就愣 我没法再说了 行行行 来一肯定 行了 我就给肯定一下 真不过呀 最后一 之前大话不定 小说什么 找找 玩命找找 玩命找不着 玩命找不着 算了 哈哈哈哈哈哈 算了 算了 你能告诉我们 我们就在这玩三句半呢 是吧 哎 不穿就上带 算了 三句半的最后一个底 那个字多呀 对算了 算了